這是我們某種工程師 我們另外捷運局的長官是我們捷運局的代表這邊公所主任 我們今天在場的還有其他文化局公園處 還有我們警察局還有我們區公所其實李蓋世都有來 那當然我們今天先做完說明 我要先說明今天都市發言局的這個簡報跟我們送市府的數報審議委員會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各位千萬不用懷疑說我們這個在跟大會報告跟地區說明有差異 都是一樣而且我們資料都已經上網公開 那待會我們的委託廠商會做說明 那後續是不是我們先說明完畢之後 我們相關單位再上台然後回應各位的詢答 好不好 那是不是我們請主席先說明一下是不是 好各位 所以鄉親大家晚安 也很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今天廣石園區的數報說明會 那這個說明會當然希望大家能夠更清楚一下數報計畫 未來在這兩三年內的推動以及後續整個工程完成以後 那這些數目未來的這個按照計畫來執行的這些方向 那當然今天也邀請到我們的各個檢舉和我們都發局的團隊來就數報的部分來做個說明 那也歡迎大家待會不令提出指教 謝謝 好 那是不是那個燈光的部分麻煩一下 那這個我們先就順序來就先請六國這邊先就我們都發局公共住宅這個部分的受保護送物遺址這邊先做一點說明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們一開始接受這個委託案的時候呢 我們進場去做整個所有數的一個重新的一個調查 那我們園區裡面呢總共有620顆的一個數 那裡面呢這620顆是不含已經得到賀根病的一個數 那下面 那我們這裡面呢得到賀根病的數呢總共有43顆 當我做完這個調查的時候以我自己的專業 我對這一件事情會比較在意而且比較緊張的一點 那下面 因為賀根病事實上是土壤的一種病 它的擴散速度會蠻快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趕快去幫這些所有還沒有得到病的數 趕快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我先講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我們盡快把賀根病的一個數 趕快把它清除掉 然後第二個呢 能夠在原地保留的數呢盡量在原地保留 那如果需要移植的數呢 我們會採持一次定值的一個方式來做 那在移植跟那個斷根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進來的廠商呢 也對整個全區的一個土壤的賀根病 全區的來做那個抑制 而不是只有得到賀根病那個區域而已 因為未來這整個那個土壤呢可能會翻來翻去 翻到後來那些那個傳染病會傳染到什麼程度 我們也難預測 所以我也希望是趕快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呢 讓我們蔡小姐來跟各位就比較詳細的一個內容 跟各位做說明 那我們先針對這四個部分跟大家說明 那基地位置我們就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那我對這邊先超過 那整個園區主要有555顆 基地外行動數有65顆 所以總共有620顆 那我們本案 受保護數有33顆 其中12顆已經文化已經列寬 那非受保護數有478顆 contraction 那整個園區的規劃 那因為整個園區的規劃 未來建築物往外四米的範圍以內 所受影響的桥木 以及未來在車道 洞线上相关的所受影响的桥木 寿宝树有8颗 非寿宝树有229颗 那我们未来会是采区内一次定值 那定值的位置会是以南北两侧绿地 跟未来两侧的人行道绘画 那这部分都是属于摩洛地 跟未来的建筑物都有一个适当的距离 那这8颗寿宝树的定值位置 我们会以北侧绿地为优先 那这是我们针对受保处移植的位置 跟建筑物未来开发建筑物的一个相对距离 都有至少都有7、8名以上 那树冠的部分跟建筑物楼上层的部分 我们也会做适当的修剪 有适当的距离 那这是未来整个园区我们定值的位置 红色跟蓝色是寿宝树 那黄色的部分是非寿宝树的定值位置 那我们还是保有南北两侧的绿地 那未来四周人行道会再扩增成人行道 还有自行车道去串联整个园区 那我们新值的直带计划 我们会考虑四周的四周山的直带种类 以及基地本身的既有的树种来做一个设计跟规划 那未来的移植工程是先于建筑工程 所以在动线上没有重点的困扰 那我们会以不妨碍交通动线通行跟安全为原则 那这是病虫害检测 刚刚有读到总共有43颗 三颗是基地外 然后基地内只40颗 然后主要以南区的部分找多 那我们也有做过红获仪的检测 目前相关资讯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再提供 那未来的移植定点 我们会针对整个园区做一个排水的计划 然后再搭配移植树 我们也去做客土的计划 然后在刚刚有提到 在移植的阶段过程中 我们会去进行病房核更病的面积再扩大 对不起这一个部分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块基地底下的排水状况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也趁这一支移植的过程之中 底下来做一些排水的一个改善工程 那之后我们断根的部分跟修剪的部分 我们会针对不同的长律跟早野科进行做断根 那会是以两次断根的违原则 那我们有针对这几颗八颗受保树的断根 有做一些说明 然后以及在土球保护 虚根修剪还有脂干保护 以及调运的方式都有在做说明的一些保护措施 那最后种植跟立支架的保护也有做说明 那未来在围管以及补偿措施 会是以十分之一的女进五级十株作为补偿 那移植的时间我们会是以两次断根 那建议是以三个月以上为胸护期 那我们有针对这几个移植的计划 做一个预算 那以上就是之前我们对文化局的数保 简报内了 谢谢 是 发展局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 在整个树木移植的审查过程里面 我们今天说明的重点在于受保护树木 那受保护树木刚才我们的委托厂商 也做了一个说明是 我们现在对于园区内已经达标的 我们都是同受保护树木 不必然它就是有编号的 我们都是比照受保护树木的方式在做移植 那这个部分在前一次提我们 受保审议委员会大会的时候 也大概都获得委员的认同 那这一点的话 当然我们今天来现场这边 再跟各位强调说明 对于受保护树木这一块 我们会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当然 这个部分或许各位 相信对于整个树木移植的部分 会有一些认知说 这个树木其实 它移植之后的存活 我们要是这么说嘛 无论是捷运局或是我们发展局未来所发包的厂商 基本上都在契约上都有一定的保护 刚才可能我们规划团队这边大概有说过 今天树木移植的过程 如果树木尤其是受保护树木 如果说有生长上的受损 这些基本上都会获得一定的保障 简单讲 我移植一棵树木 如果受保护树木有死亡没办法存活的状况 我们会就同树种会补植十株 这一点我们还是会照这样子的承诺来执行 我们移植的时间是这样 断根基本上都还是会看季节性 像目前来讲 也是我们希望这个工程能够赶快完成它审查的程序 就是因为完成之后 我们才有按照程序去甄选出后续的 有关于移植的这些厂商来进行实质的断根 养根后面才移植的程序 一般来讲树木我们会在冬天或春天 它发芽比较适当的季节来做移植的工作 那断根也是 那基本上大概我们会 这个部分的话会循这样的原则来处理 那以上是都市发展局的说明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请我们捷运局的部分来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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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保活 我们都保活时间多 对 我们的保活 因为目前我们的保活契约一般来讲是一年 一年 好 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捷运局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明过 目前整个广池园区里面分两大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们现在新翼东沿路段 R03站的一个工程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请捷运局来做收入 各位里长 各位当地的县镜 那个父老 然后各位长官 然后那个 各位教授 欢迎你们来 我们是决定工程组 吴静阳 这里来报告我们新翼东沿路 目前树木移植的方案 我们执灾移植的一些施工上的说明 目前我们第一 简报内容就是我们施工的范围 然后执灾的调查结果有非受保务数 跟受保务数目 那受保务数目目前有两株 然后非受保务数目 现在在供地办法有36株 然后我们为人正在报告 树木移植作业移植位置 我们预定的施工时代 目前移植整地的情况 现在有展开的一些照片 目前我们施工的位置 在15米绿带上 总共有两株大王椰子 在那个初入口的位置 那这两株大王椰子高大概16米 然后它的那个松径大概是 是几公分 那我们这两个位置因为在这里 所以必须要签议 目前我们已经经过3月20号 第十届的数保会议已经审议通过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一个核准 那接下来这两株受保务数的大王椰子 目前它的数高是16 核有树五块是5.5米 然后胸围大概是1.41米的那个胸围 那树净大概是45米跟5米 其实那个两个数字差不多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现在的悲受保护树 也在我们园区就是工区范围内呢 目前剩下36棵树 然后有黄椰子、湘南 那最多的就是榕树 就有2、3棵 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12号 我们有做红河椅以及核根病的侦测 目前我们侦测是有四株有核根病 那我们也做了防治措施的图树增改善 也都把它处理好了 那这四核也都是直接送到焚化厂 依照规定采取焚化措施把它消除掉 那目前我们移植位置在广池北侧 东北侧的位置 就是大道路九四相争大道路的江口 这边有个公司站牌位置 我们的规划方案目前 就是依照跟办局这边的协调结果 我们依照要求数据至少保持在5米以上 然后就做触步定时的措施 以上这两株绿色的位置 就是大王爷子拆一次定植的方式 园区内所有的树木的定植方式 也是依照办案局给我们的要求 就是采用树木下做豆水 然后树穴那边做植土的把它改善 然后把它定植好 目前我们的规划方案 目前我们也是送树花委会 有给他们省议 目前是 我们的结果就是这样 目前我们预定移植的时程是9月15号到30号 有两株大王爷子过了榮树 以及荒叶植 因为大王爷子一定要在夏天赶快移植 目前已经将近进入秋天 所以有些委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尽早在9月份植 不过目前是进度有点落后 那有些部分榮树因为我们施工位置的关系 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在这阶段 一次把它定植完 另外其他的树有包含一些榮树 一些变包树 还有其他的树种 是比较适合秋天的时候比较 那所以说我们预计是10月20号到10月30号 把它植完成 因为我们现在的工程进度 有点严重过 我们希望说这个工区能够尽速的 能够把它清出来 能够让我们结果工程能够尽速的展开 让我们的施工影响 对物件区民能够减到最低 目前我们整地后的情况 这几天也有下雨 因为盘水状况是非常的良好 我们完全依照发展局这边的要求 我们做了那个整地的措施 把它整理 那因为这天气的关系 所以照起来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这次后来照的就比较OK 就是好 感觉就是非常的良好 那其实我觉得整个整地的状况 算是还算OK 那这个是现场的 目前大王爷子的状况 这一颗有大概被 那个 李沙台风有时候要吹的 目前状况也还好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差不多 那这是不连行到处的现况 以上报告完毕 请大家指向 谢谢捷运局的说明 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的议程就按照我们的表定 基本上我们就请各单位 以会的各机关代表 是不是我们就上台 然后各位刚才有在外登记发言 如果现在还没有登记发言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场这边还可以再登记 如果我们登记以二十位为限 那每位三分钟 我手头上这边有九位 那如果外面还有登记发言表 如果想要发言的乡亲 还是可以到外面来登记 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各机关代表 先上台就坐 那待会我这边会唱名 那再请各位 我们这边有麦克风 会递送到各位的手上 那请同人这边开始准备计程 那基本上我们是五位提问 我们就统问统答 那基本上我们就以这样的程序来进行 好 那第一位是大人李刘慧柱 是刘小姐吗 他的话刘毅 还是 那如果各位没有反对的话 那就让刘毅先生我们先发言 好 非常感谢那个 愿意跟我发言顺序的朋友 wyk 谢谢